哈囉各位人們大家好 我們是千度製片所 我們今天要聊的是闖關 這邊先要聲明一下會聊闖關這個議題 並不代表我贊成喔 而闖關這個項目也不是婚禮當中 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甚至之前也發生過 新郎感到被羞辱 最後霸氣的轉身掉頭就離開 連婚都不結了 這類的新聞 輕則讓雙方尷尬 重則反目成仇 要如何取得一個平衡點 讓雙方皆大歡喜呢 大家不要誤會 我真的沒有Key Poop了喔 我只是今天睡得比較飽 聲音比較大而已 我們這個頻道主要講的是 與攝影相關的各種有趣的知識 每個禮拜三會更新 歡迎訂閱喔 其實結婚闖關 也不是現代才有 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 而且當初的闖關 非常的文雅 古時候叫做藍門 就是阻攔你進門 或是叫催妝 就是叫新娘秘書化妝化快一點 最初的催妝呢 是念催妝師 那內容都是讚美新娘的美貌 才華品德等等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才華 這樣的極致 能夠即興的迎師作對 於是很多都是事先先寫好 甚至是由他人操刀的 後來這樣的習俗 才普遍到各階層 於是內容也開始有些變化 主要還是在言語或行動上 考驗新郎觀 新郎入門的時候呢 每到一個地方 就會被要求做一首詩或是答話 就是回答問題 否則就不會放行 女方會故意阻攔拖延 拖延到南方已經念出催妝師了 才肯上車 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增添歡樂的氣氛 又如如果新郎是中過舉人 高考過關的 迎娶的時候 新娘家人會讓新郎做詩 來考證新郎的才學 新郎所做的詩要讓新娘家人滿意了 才會開門 然後讓新郎家的迎娶隊伍入門 會有藍門這個習俗 主要是古時候認為 拖延新娘出門的時間越長 對女方家越有好處 可以留住更多的才氣 還有另外一說說 這樣才能顯得男方家的誠意 也有女方家 向迎娶隊伍索取錢財的習俗 流傳到今天 就是向索取開門紅包的習俗 我們反觀現在 常常會叫新郎官做出一些 低俗難堪的動作 如果雙方都講好不介意 那倒沒關係 不過我覺得 尤其還是要顧及到南方 畢竟他也是希望 當天能夠帥帥氣氣的進場 他也花了心思準備了帥帥的西裝 也剪了一顆帥氣的頭 有些甚至也會請化妝師幫他們上妝 一定也是希望在婚禮當天出現的時候 能有一個完美的形象 是一個帥氣的新郎 唐朝時的習俗 個人覺得真的優美多了 他是要求新郎通過文字 歌曲或是詩詞 來聲明這段愛情 所以我覺得如果在遊戲中 能加入一些能夠展現新郎才藝的遊戲 除了皆大歡喜之外 覺得新郎也會很樂意接受 古時候就有長鞋這個習俗 那這個習俗的來源 第一是必須驗證 新娘是否是真正的三寸金蓮 在古時候女子還是要裹小腳的 因此南方找到婚鞋之後 就要為新娘穿上作為證據 當然在日後廢除裹小腳這個惡習 這個肉習之後 我倒覺得找到新娘的鞋 並替她溫柔的穿上 這也是一個體貼的很好的體現 那我們來說說現代的闖關遊戲 當然是琳瑯滿目 目不暇己 有些甚至令人瞠目結舌 目瞪口呆 最基本的包括新郎要吃下 或喝下奇怪的食物或飲料 特別是新郎要連續吃酸甜苦辣的食物 表示她決心跟新娘同甘共苦 共度婚姻起伏悲歡立合 比較常見的有 苦瓜、苦茶、黃蓮、辣椒醬、芥末 我比較擔心的是如果在婚宴上拉肚子怎麼辦 再來就是體能訓練 如伏地挺身拉、仰臥起坐拉 甚至是一些高難度的體操動作 伴郎與新郎要互相做出 猥褻親密的動作 甚至要捨吻 如果這一吻 真的吻出愛情 新郎決定出櫃了 那怎麼辦 那所有闖關的遊戲 千奇百怪、琳瑯滿目 大家都可以在網路上搜尋得到 我這邊就不再多做贅述 我們來講講開門前 開門前呢 在古時候又稱為開門曆士 開門鈕 開門紅包 或是開門紙包 那一般以吉祥的數字為金額 最常見的呢 是以九來作為字尾 代表著長長久久 這邊我也不再多做贅述 依照個人的能力去安排吧 那關於闖關呢 我這邊做一個結論 現代人對婚禮也非常重視 我們不一定要追求到盡善盡美 但是盡量追求到皆大歡喜 現在結婚都會請婚社或是露營 或是賓客都有高畫質的手機 誰也都不想自己是狼狽的入境 所以如果能盡量讓新郎或是伴郎 維持著帥氣、幽默、好的形象 對新娘來說也是很有面子的 不是嗎 而且現代人工作壓力那麼大 體能又不像以前農業時代 隨隨便便就可以扛起二三十斤的大米 設計遊戲的時候 這些也都要考慮進去 量力而為 不要弄到身體不適 破壞了一整天完美的氣氛 現在的結婚禮俗很繁雜 尤其是因為媒體發達之後 有很多禮俗是近代又被翻出來用的 大家對這些禮俗呢 不一定很清楚它的用意 例如說禮車要綁豬肉啦 進門要採瓦片啦 新娘下車要用米塞或是雨傘遮太陽啦 還有新娘為什麼要丟捧花啊 有很多的禮俗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樣喔 那我們有機會呢 會再做影片來談這些事情 那因為今天的影片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另外來分享一些 關於國外結婚的一些禮俗 你知道為什麼國外的禮車呢 後面會綁著鐵罐串嗎 那基本上外國人把結婚禮車 車尾綁上氣球或是鐵罐呢 是要告訴別人新婚的喜悅 還有驅除厄運 那掛在車尾的鐵罐摩擦馬路時候發出的聲響 好像也是在大聲的為新人祝福 那關於這個習俗還有另外一個說法是 這個風俗是起源於美國西部 而且與私奔有關 據說那個年代啊 私奔的人啊 雙雙帶著家裡偷出的鍋碗瓢盆 用皮繩裝在馬車上 那被家人追趕的時候 馬車因為加速啊 而皮繩記著鍋碗瓢盆就是 鬆散的在地上傾傾剛剛作響 日後呢人們就用戲虐的方式來表現這種私奔的情景 捉弄這個新婚的夫妻 進而演變成是美國結婚的一個習俗 那關於這個綁鐵罐的習俗 另一個說法 古代的西方有丟鞋子的習俗 參加婚宴的賓客會向新人的身上丟鞋子 認為只要有鞋子擊中的新人坐的禮車呢 就會帶來好運 所以想當然啊 這種習俗一定不會被流傳下來的啊 好了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對結婚的禮俗有感覺到什麼是奇怪的 不了解的 或是對婚紗攝影有感覺到什麼疑問 或是想知道些什麼秘密 也歡迎留言給我們喔 我們下禮拜三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禮拜